想要給另一半一份浪漫的回憶 苦思許久不知道要怎麼安排行程嗎 我們這一集就收集了大台北地區五個非常有特色的夜景 讓你的約會之夜更加多彩多姿 大家好 我是雪寶 歡迎收看時刻報報 今天要分享的是大台北地區五個非常有特色的夜景 首先第一個就是建南山夜景 能夠觀看夜景的開口雖然不大 但是兩個人可以警衛在一起 欣賞著美麗的夜景 從建南山也可以看到美麗華的摩天輪 雙山機場還有101大樓等著名的景點 重點是它交通非常便利 如果沒有交通工具的話 或是不想花太多時間騎車給冷風吹 這邊倒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第二個就是陽明山夜景啦 陽明山一直都是熱門的夜景景點 尤其是文化大學後方的情人坡 更是知名的夜景勝地 吸引了不少景觀餐廳在這裡 再來呢就是第三個推薦地點 大屯山駐航站 是整個陽明山的夜景之中 數一數二高的地方 整個大台北地區的夜景可以一覽無遺 不過山頂的風很大 提醒各位男生們 可以幫另一半披上準備好的外套 直接現場大加分 再來呢 第四個是碧山岩夜景 在這裡呢不只可以參拜 在景觀台上更是能夠舒適地觀賞整個遼闊的夜景 跟前兩者不同的地方是 碧山岩的入口處有很大的停車場 讓開車的民眾可以不用擔心停車的問題 被冷風吹到受不了的時候 還可以隨時躲回車上 是非常非常棒的夜景觀賞地點 最後第五個呢就是張三四夜景啦 大部分的人呢想到貓空夜景 會直接跟喝茶連上關係 但是你知道嗎 到貓空看夜景不一定要去茶餐廳花錢 反而張三四夜景呢 更少人知道 想像一下兩個人互相意味在一起 然後呢看著一整片的銀河 是不是更有情調了呢 今天的五個夜景大家趕快筆記起來 或是有其他推薦的地方 也歡迎在下方跟我分享喔 最後不要忘記訂閱按讚 並且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最新的旅遊資訊 我是學寶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皮肥霜 皮肥霜 巨祝 屁! 豪偉 騷 出来 開始 炙 那 什麼 Bagh